最后一个皇帝和最后一个皇宫 这就是溥仪在长春的唯满洲国皇宫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 为什么叫满洲国 而不是大清或者满清呢 其实这完全是日本的阴谋 搞出所谓的满洲国就是为了肢解中国 如果是支持满清在东北复国 那就要承认他对整个中国都有主权 所以日本要扶持一个新政权 打一开始就下定义 你的领土仅在东北 那溥仪能愿意吗 他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 因为日本骗他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支持复辟重建帝国权力都是你的 日本只是想保护侨民的利益 这之前打1924年 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 他们这伙一老一少 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 1931年918事变刚刚爆发 日本人就跟溥仪研究去东北 没过两个月 溥仪就从天津白河码头 投渡到辽宁迎口 很久之后浦仪才知道 当时日本人在床上藏了一大桶汽油 如果被中国军队发现 就放火烧船 让他们这伙人尸骨无存 等浦仪到了东北 之前的条件通通不算 啥权力没有 不叫大清叫满洲国 甚至这满洲国最开始都不是帝制 这是日本圈游汉奸的标准套路 骗你来的时候 开出的条件好多让你不敢相信 等你叛逃过来立马翻篇 就算你后悔了 还有路可以退吗 所以溥仪在东北 顶多是复辟了帝制 并没有复辟清朝 他在满洲国的年号也不是宣统 是康德 日本人连龙袍都不允许他穿 溥仪的正装是满洲国的元帅军服 其实跟日本军服也没多大区别 这个维满洲国皇宫 也是到处都透着诡异 所有的建筑 同德殿 秦民楼 积西楼 不是坐北朝南 而是指向一个奇怪的角度 日本的方向 他这么一搞 伟皇宫从外到内 所有的门都是歪的 门歪路当然也正不了 要知道长春 打一开始规划建设 都是很横平竖直的 唯独这伟皇宫 可以说是歪门邪道 最重要的建筑是这个同德殿 同德就是跟日本人同心同德 虽然是正殿 但是因为从内到外 加入很多日式设计 一进去的感觉是昏暗 压抑甚至阴森 我在里面待的时间也不长 就已经不太舒服 难怪同德殿里面虽然也有溥仪和皇后的卧室 但是他们基本都不在这住 没必要的不来 溥仪和皇后贵妃的住所是在旁边的姬西楼 这名字是从诗经来的 其实比同德殿好点不多 也很憋闷 溥仪的办公场所是北面的秦民楼 取自清皇室的祖训 敬天法祖秦政爱民 这个楼本来四四方方 是个口字形 中间居然种了一棵树 这伟皇宫处处都透出一个字 绝 唯一一处让人心情舒畅的也就是御花园了 120×90米 这么大个园子 要是让我住呢 我觉得是够了 但是你想在溥仪那儿 这也叫御花园 所以溥仪住进来不久 就跟皇后婉容等人去了一趟大同公园 其实也不远 虽然比她的御花园大了不少 不过在溥仪的回忆录里 这也就是一小花园 还没等她转一圈呢 日军的摩托车汽车呼呼啦啦来了一大片 原来她这次出行啊 没跟日方报备 日本人还以为她跑了失踪了 这次之后 除了日本人安排好的活动 溥仪就再没踏出伟皇宫半步 只是日本人呢 对溥仪从始至终都是毕恭毕敬 面子做足 即便有重话也从不当面讲 都是让维满大臣传话 溥仪也说 这经常让她产生幻觉 自己可以有所作为 一开始溥仪也跟她的大臣们许下三个誓愿 第一要改正过去的懒惰轻挑 要勤劳从功 第二是要奋发振作 恢复祖业重登大宝 第三是希望上天可以赐给她一个皇子 继承大清集业 不过溥仪很快就发现 她根本没有什么功可以秦 为满的那些总长 也就是部长 经常来探望她 但是每次溥仪想聊点正事儿 这些人总是说 次长办着了 次长就是副部长 维满所有部门的次长都是日本人 那才是掌握实权的 总长是中国人 那只是个门面 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 日方高规格接待 溥仪回录里写 她也是飘飘然了 一回来就召集围满的中日官员 听她训话 发表访日感想 其实也没说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次讲话 是没和日本人商议过的 这之后 日方对溥仪的防范大大加强 连大臣都不能随便见了 溥仪唯一能做点主的 也就只有她的皇后和贵妃了 溥仪五个妻子 头四个都是皇后贵妃 但是你想啊 溥仪七岁就退位了 这些后妃是什么时候娶的呢 溥仪退位之后 清王室还住在紫禁城 延续皇家生活 1921年溥仪十五岁 王公太妃们就张罗溥仪大婚的事了 1922年 溥仪同时娶了皇后婉容和贵妃文秀 婉容跟溥仪一样大 十六岁 文秀十三岁 不过呀 同时娶两个 这完全是后宫争斗的结果 这会儿溥仪的生母已经没了 上面还有几个太妃 都这样了 也还分成两派 各有自己的皇后人选 这种事上惯例是皇上拍板 以前是当面选 到溥仪这儿是给了她四张照片 溥仪一看 就觉得这四个人长得都一样啊 随便画个圈吧 一开始选中的是文秀 但是有一个太妃不干了 文秀不是她的人 又让溥仪重新选了婉容 溥仪本人倒不在乎 可文秀是另一派的人 最后一妥协 本来是只娶皇后的 结果变成宛容皇后 贵妃文秀 两年之后 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 和宛容文秀皇秦贵族们一起道路